聯合國的最基本原則是 犯罪者不可以因為跨越邊境而逃離法律的制裁 這是一個社會公義的問題 這是世界的核心價值 不可能你犯罪了 你就過了邊界 你就可以逃之囂囂 只要你拿起聯合國的指引和模範條例 你要看到這個問題 在國際間已經討論了幾十年 已經有了答案 所有文明的西方國家都在行同一個制度 我覺得看不到在這個制度之下 為什麼大家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時機 現在是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台灣案件這樣的迫切性 我相信那個困難只會倍增 利用一個這樣的時機去進行這個困難的問題 總比在沒有這樣的例子之下進行 可能更加困難 只不過是大家現在的反對 絕大多數都是基於坊間存在一些不正確錯誤的訊息 而引起一種恐慌 那怕是這樣你也要解釋 所以要解釋 我同意是要解釋 我同意要解釋多些 但是遲多十年八年處理 現在比較好些呢 我看不到會好些 遲多一年半載 你沒有理由為了救了一隻雞蛋而殺了一隻雞 因為將來 明天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台灣事件發生 我們現在不只是處理一個台灣事件 我們是希望處理將來的可能 數以百計的台灣事件都不頂